他神情恍惚 自称遇害 却又说不清楚缘由 我觉得这棍儿到底经营了啥这样的状态 啥这样的折磨会继续成哪种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本以为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却不想成为了噩梦的开端 到底是谁在背后不去操控 他们口中的大哥又指的是谁 静起手看传奇故事 骨折的大哥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牛奶加花生 大力康小恶 一路牛奶花生 要您收看传奇故事 以前我们讲过一个故事 说的是有名男子失忆了 是真的失忆 就跟那个电视剧里一样 他在外漂泊多年 直到最后呢 还是两名派出所警察 帮他好不容易找到了家 我们今天要讲的呢 也是这么一位有点异常的男子 当然了 他不是失忆 而是看上去有点神志不清 稀里糊涂的 事件呢得从2021年1月的一个下午说起 那有个年轻小伙 跌跌撞撞的 来到了这个四川城 巴龙市的某派出所报案 你感觉他就不像一个正常人了 就是你看到的时候 觉得我到底是经历了 啥这样的状态 啥这样的折磨会 就是说成了一种 他当时那个状态确实比较差 当时就是浑身的浑身摸紧 除了神经恍惚 这小伙子说话也颠三脑似 手臂上好像还有伤 这个警察们的耐心询问 好不容易才搞清楚 这小伙子叫王征 是被人从外地强行带到巴中来的 说他被一伙人胁迫 带到了巴中 然后被抛弃 那伙人为什么要胁迫王征 为什么要把他带到巴中来 又把他抛弃了呢 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王征呢就开始有点说不清楚了 甚至呢 就连他到底是和谁一块到巴中的 是怎么一个路线 之前还去过哪 他都没办法表述清楚 他从广东出发 问他走到哪些地方 怎么来的巴中 他说我不晓得这是哪里 我只晓得我们去了20多个城市 这20多个城市并不是在一条路线上 而是一个很短的路线 那来巴中干什么总该知道吧 没想到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王征就更加的语无伦次了 好像是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记忆呢变得有些混沌了 又好像是闪烁其词 有什么难言之隐 那么王征到底遭遇了什么事呢 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他来报警究竟所为何事呢 在警察们一边安抚劝慰 一边慢慢的开导之下 王征终于渐渐的平静下来了 他开始零星的回忆起了那场噩梦般的遭遇 王征说呢他是江西人 父母早年离婚了 他后来呢就跟随父亲到广东打工 可是父亲呢平时根本就不怎么管他 案发前呢他是从家里都跑出来的 因为没有什么贴产 年龄不是太大 他就吃不了裤 然后就跑到外面去 自己过着 自己生活 然后身上的钱就是从家里带着去出来 带着出来的时候用到没有了 那就天天在汪霸住处 听得出来 王征的日子过得是穷困潦倒 昏昏噩噩噩 但是王征说呢他没想到的是 正是在网吧住宿的日子 他有了一个好似天上掉馅饼的奇遇 那是报案前的一个多月 那天呢他正在上网呢 有个年轻男子呢突然就坐到了他的身旁 又胳膊呢碰了碰他 用体问 哥们想不想找份好工作呀 就是我坐在那里嘛上网嘛 就是有人找到我 就找到我做事嘛那种 介绍工作 搬砖那种 就一个月 一个午 搬砖都能月入万元 自个儿这该是在做梦吧 哎 王征掐了掐自个儿的胳膊 哎呦这不是梦 但是如果不是梦 会有这样的好事掉自个儿头上吗 当时我是不相信嘛 我就跟他 就是他跟我出去 出去那个 谈一下那个 好像那个事 王征就被这名男子带到了一家宾馆 他发现呢那房间里头啊 还有三名年轻男子在这等候 呃他刚想问你们 你说清楚究竟给我介绍什么工作呀 哎没想到对方非但不理他 还一改之前和善的态度 没收了他的手机 并且要求他吸食一种粉末状的物品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那个时候我吸了一下我就就晕了 那个醒了之后发现自己身体 有什么异样吗 我发现我那个手那个断了 就是没有知觉那种 是麻的 反正是我那个伸起来的时候 那个手会有点痛 你们啊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还有我这胳膊是怎么回事 黄诚说 看着这个眼前凶神恶煞般的四个人 他恍惚之间也觉得可能是上当了 但是对方呢并没有给他做过多的解释 只是跟他讲 这就是给你介绍的工作呀 你的手臂没事 就是被我们打断了根骨头 哎当然了 这也是工作需要 然后先一个就换一种方式 给他揭示参数 参数的过程中 就说以为是一种表演 他去当一个手上的演员 只需要陪伙人家去 做完的时候 然后看一声痛啊 然后装了手短了之后 他其他什么都不需要 都不需要去激情 不需要其他行为 他就是以为就是简单的一个 像电视上的面那种 群众演员那种形式的一种工作 王正说他当时是被吓懵了 也无力反抗 被这四名男子就拉上了车 离开了广东 去到了贵州遵义 在当地的一条线道上 开始了他第一次表演 表演内容呢 就是一起车祸 在这几车祸当中呢 王正他扮演的是被撞的人 因为他这手臂不正好是断了吗 哎呦一声倒地之后 这车祸的肇事者就得赔偿 有不服气的 好我们到医院去看 这个光一照 瞧真的就是手臂骨折 没开玩笑 每到这时候呢 那肇事者就得老老实实地掏钱 跟王正一起演戏的另外几个人呢 他们就会收到一笔赔偿款呢 王正呢 据他说嘛 非但没有得到这个前面所说的万元薪酬 还时常遭遇恐吓 为什么遭遇恐吓呀 王正说呢 他又不是傻子 这个时候他也明白了 对方介绍的所谓工作根本就不是搬砖 更不是当演员 就是碰瓷 而且他每天都被迫去碰瓷 是的 你没听错 每天他都要被迫去撞车 完全不顾及他这手臂还断着呢 也完全不顾他个人感受 要知道王正也害怕呀 天天往车上撞 万一哪天一不小心真撞死了 论断 每天都工作都要被车撞 每天都要撞 没有休息 就是有人看我嘛 那个时候我很绝望嘛 王正说呀 他曾经想到过报警逃走 但是手机呢被没收了 有人监视他 始终都没合适的机会 直到被这个团伙控制 二十多天之后 王正在四川八中的一起车祸当中 不幸发生意外 从头部受伤了 就是撞了头了 那个时候出血 那个时候我那个头晕的 王正说他怎么都没想到 受伤流血的 他非但没有得到救治和照顾 反而被遗弃在了八中城区的 一个小旅馆里头 上当就赶快报警吧 王阳不劳 为时不晚 而了解案情之后 警察发现 这事情似乎比他们想象的 还要糟糕 因为王正告诉他们 在之前那噩梦般的二十多天里头 他并非是唯一一个被控制的年轻人 对于另外一名被控制的男子 王正并不清楚他的姓名 他仅仅知道 那人跟他一样 是一名大哥 这还真是名为大哥 实为炮灰 至此呢 根据王正的直言骗语 八中警方做出了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 这个团伙所谓的高薪招聘 实际上就是一场彻底彻底的骗局 第二 王正并非唯一被骗入局的年轻人 这个团伙还控制了其他的年轻男子 还在其他地方碰瓷呢 第三 这个团伙作案手法娴熟 善于规矩侦查 那么 胁迫王正撞车碰瓷的嫌疑人 他们到底是谁呀 现在又在哪呢 还好 王正呢 还记得他们从广东 过来的时候乘坐的那个车辆的车牌号 根据王正提供的车牌号 警察在距离八中城区几十公里外的南疆县城 控制到了嫌疑车辆的攻击 现在我们杂本上面的那个约翼 这个牌照呢 不属于一个真实牌照 但是我们偷偷调取了他们城内的一个监控卡扣 都有它的 徘徊的那个声音 但后期我们就发现了 同一辆车 他们使用的牌照 就变成了 穿L开特的了 主会看出的 这个珠子 是有预谋的 通过卡口的截图 警方确定 副驾驶座位上坐着的正是王正 那么驾驶人是谁呢 车上还有谁呀 警察呢 很快就把这事查清楚了 那个开车的司机叫胡欣 果然不是好人 是个惯犯 之前就因为诈骗罪被判过刑 至于车上的其他人嘛 根据嫌疑人胡欣的这个活动轨迹 基本上也一个一个呢 把他们揪出来了 根据王正辨认 赵坤呢 正是这个团伙的头目 那么他们现在在哪 正好在这个时候了解到 他们的其他团伙成员 正在贵州转 可是这伙人真的是行动不定 极为狡猾 因为当一堵侦察员赶到贵州的时候 发现他们又转移到了成都 然而再狡猾的狐狸 也逃不过精明的猎手 最后呢 在成都的某家宾馆 警方呢 还是把他们成功的扑获了 而也就是在现场调查当中 有一名神情恍惚的男子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尽管警察让他别动 但是他呢 好像就跟喝醉了一样 还是不由自主的浑身扭来扭去 最关键的是 他好像手臂有伤 这个模样嘛 就跟报警的时候 那个王正有点像了 那他会不会就是王正说的 另一位同命相连的这个大哥呢 这得撞多少车 才能撞到这么个晕乎的地步 而且到底还有多少位 像他们一样的大哥呢 牛奶加花生 大力扛小恶 引入牛奶花生 要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大哥嘛 本来是个敦敬的称呼 可是在我们今天 要讲的这个事情里头 却成了一个悲催的代名词 在一个抓捕现场 警方呢 发现了一名状态很奇怪的嫌疑人 后来他发现 他竟然也是一名受害者 我们以为都四个就是犯罪嫌疑人 但是后头我发现就是这个味儿 可能就是状态不生对 这个人出现有种没有精神 就是很疲倦 然后后头我们才发现 他就是一个受伤的一个大哥 就是他们喊我大哥 你们谁身上有伤 我 你身上有伤 哪里有伤 这里 站起来 回一下 站起来 站起来 别动 是哪里有伤 这里 是怎么回事 我伤了嘛 据了解 这名手臂上有伤的男子呢 姓杨 他和王征一样 是被人以高薪招聘为优儿 骗入团伙了 而且呢 像他们这样的人呢 还有几个 我们在问的一个过程中 就是了解到 他们那里面的大哥 不几个 还有另外一个过程中 他们为了 只会遭到像 狂乘一样的 类似的 无业的 一个 年轻人 真的就是文化程度不高 真的不高 很多时候你给问 很多东西 他都不会 他都不动 而 没有固定职业 没有家庭人管他 缺乏家庭的管理 这足以说明 这群犯罪分子的可恶 他们瞄准一些 整天泡在网吧里的 无业青年 须以高薪 诱惑他们上钩 然后一棒子 又把他们的手臂打折 配合他们去碰瓷 带到没有什么 利用价值的时候 又无情地抛弃 你完全看不出 它是有伤的 它只把片子 也掉出了 缺乳之中 就看到 很清晰地看到 那个骨头是短腾的 两极的 医院掉去的相关病例 从哪里头看出来 这货人 实际上专业的 我们的手臂 有两根骨头 而他们会 精确地打断 其中一根 给受害人 一个反应就是 这个人 确实手臂骨折了 专业组 东河研判之后认为 能够精准地 通过人力 造成这样的伤势 让两根骨头 每回都是断一根的人 那必然是得 有一定的手艺的 换句话说 必须是具备 一定的医学常识的 那他会是谁呢 不是别人 正是这个团伙的 二号头目 南逸 在南逸的家里面 就找到了 中医书记 里面主要看他 流浪的流浪的 那个内容 就是骨折 了解骨折方面的 一些东西 而且每一个总店 他会这一 标注得很细 比如说如何 在一个这种 浑水过程中 就是能够把这个骨折 打断 并且 不影响他的正常行动 让他看起来 据了解呢 这蓝艺啊 仅有初中文化 属于自学成才 而且除了中医书籍 他还竟然会去 研读一些法律书籍 就是说他们要的钱 调杂也好 就是这种 就骗取的一些经验 也会在控制 在一定经验之内 他不会多要 他就 他现在他要多了之后 他就 如果以后被落网了 被抓了 他成长者会很重 他会去研究这些东西 您说有这好学的精神 干什么不好 偏得去琢磨这些歪门邪道 而且这个团伙 碰瓷作案的挑选对象 也很有特点 像是专门研究过的一样 他们一般找什么人下手呢 在那些 没有公共视频的 城乡结合部 找那些 行驶中的三轮车下手 因为按照他的判断来说 这种他超车速度不是很快 因为三轮车的速度 本来就不快 然后一加上直行车 那种 就算是猛烈冲撞 也应该也不会造成 很大的雨后 我特别是做得好 配的人来说 为了调查清楚案情 警方还依据 王征的这个讲述 专门进行了模拟演示 这个三轮车行驶 后面就是先一车车辆 发现目标之后 那个车辆就 马上车到他前头来 车到他前头来 然后处得他慢 就憋着他 三车车 然后看到他处得慢的时候 就是超车 当三车车超车的时候 旁边埋伏到这边的先一车 去直行车里坐 就会带着慌 然后趁他超这个过程中 非常轻 王征倒地之后 三轮车司机吓得不轻 这个时候早已埋伏在路边的 团伙成员就会一拥而上 他们扮演着热心的过路群众 立刻把三车车司机 就团团围住 你言我一语的 纷纷进行谴责 让三车车司机感到 无地自容心甘情愿的 掏钱了事 王师傅呢 就是这样被骗的 这个三轮车司机之一 就掏钱的 左边大哥的 掏了好车 下来就挂得我三车上 但是就 到下来 我说就在这医院检查 没事就算了 我说 我就给他两三百个钱就算了 两三百个钱怎么可能 这大发叫花子 这个时候呢 那几个路过的热心群众 就会对着王征说 小伙子 车祸不是小事 外头看不出来 万一你受了内伤怎么办呢 你还是再到医院去瞧瞧吧 而这三车车司机那边呢 他们当然不知道 像王征这样所谓的伤者 其实早就在事故前受伤了 还伤得不轻 这手臂都被人打断了 等到了医院 医生一看 好家伙 这医生随后的话 惊得他们这汗毛都竖起来了 一万块钱还不敢保证 这一万多得登多少三轮车 才能挣回来呀 正在三轮车司机惊魂未定的时候 又有团伙成员扮演王征的家属 打来电话 先是恐吓一番 随后呢 又表示愿意让步 私了得了 就这么一下去了一万二 而据王征说呢 通常情况下 遭遇碰瓷的这三轮车师傅 大多都是抱着这种稀释宁人的态度 来处理事故 真正报案的极少极少 但是当时就问他 为啥子没有报案 他就说出了一个东西 我站到超车 我报案的话警察会判我的权子 而且我自己的证件的 也不齐全保险的一些目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自己 撕掉就算了 多一事不如烧一事 这些相当于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嫌疑人为啥子要选 三车车司机作为主案目标 然后为什么要选择那种 两次道路 就是说基本上就都会成功 而且即使遇上三轮车司机 要求报警处理的 这个犯罪团伙的成员 也会开始实施第二套方案 于是就这样 这个犯罪团伙并翻两路 一路带着王征 一路带着小杨 从沿海到山区跨越多个省份 实施碰瓷诈骗作案数十起 综合全案证据材料 公安机关指控 以被告人赵坤为首要分子 以蓝毅等人为成员的这个团伙 涉嫌故意伤害罪 非法拘禁罪以及诈骗罪 他们的犯罪行为 不仅让多名三车车司机 蒙受经济损失 更让王征等被害人 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我通过这一年的深刻自我反省 对过去所犯下的罪情 感到非常后悔 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 并给社会受害者 带来了严重的故事和伤害 对此我也下定了 痛改前辈的决心 我愿意当行认罪认罚 我这一年的深刻反省自己 我对我的所犯的犯罪事实 很后悔 也决定日后好好做人 尽情好好改造 违背社会有对的对社会负责任的人 2022年8月30号 四川省八中市八州区人民法院 对这个案子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赵坤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犯非法拘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并结署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 并处罚金四万元 被告人蓝毅等团伙成员 各自因为不同程度的 故意伤害罪 非法拘禁罪和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到五年六个月不能 并结署罚金一万五千 到两万元不能 而在这个案件当中 像王正这样被犯罪团伙 打到骨折的年轻人 因为被迫参与多爱 免于刑事处罚 那些后续与碰瓷团伙 同流合污主动参与其中的 法院也结合他们的犯罪情结 依法做出了判罚 回看今天这件事 最首先呢 还是要再提醒提醒 像王正这样涉事未深的年轻人 年纪轻轻的 一定要懂得一份付出 一份收获的道理 面对突如其来的高薪工作 一定得提高警惕 哪有人会搬着 这个月入上万的这个工作 来往吧找那个正在玩游戏的你呀 那不是天上掉馅饼 是天上砸陷阱 面对陷阱里的这个诱惑 更要能够做到洁身自好 不参与其中 否则的话呀 到最后吃归上当的 只能是自个儿了 牛奶加花生 大力康小贵 一路牛奶花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聊聊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各位观众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